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则 愿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宣讲《入行论》 《入行论》当中 现在正在学习 受持菩提心的前行 前行当中前面也学习了 修七指供 同时也了解了 布施自己的身体 以及作善事 回向一切众生 舍弃我之 这方面的教言都已经讲了 今天还继续讲 我们的回向 成为利益众生之义 利益众生的自己 一方面回向 一方面发愿 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回向 那天我们在讲回向的时候 未来过去 现在都有回向吧 那么这里 现在我们正在讲的内容 应该对未来的一种回向 怎么样回向呢 就是我们发愿 或者我们回向 将来我自己成为 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的一种因素 这样来奢侈 愿成如意留妙品 如意宝 明珠及妙药 如意珠宝树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愿我生生世世当中 变成对所有的众生 赐予一切所需 不管是吃的 穿的 享用的等等 一切所需的如意留 妙品 如意宝 以及明珠妙药 如意树等等 这些在世间上 极其难得的 极其口贵的 非常稀有的珍宝 或者如意宝等等 来帮助众生 我们要这样发愿 那么首先 大家应该清楚 所谓的如意留 以前在《有关经论》 当中也学习过 如意留一般都是在 西流荷中 就是西流荷中 所有的众生 依靠如意留而生存 也是这样的 然后有些书记里面说 在天界当中也有如意留 真实的如意留 在《无关尊者》 在《如意宝藏论》当中 也是有叙述的 所谓的如意留 就是在人们出劫的时候 人数十万岁的时候 就以众生的福报 所显现的一种珍宝 那么它的形象 相当于是牦牛一样的 但是依靠它的 像甘露一般的耐诺 或者是乳诺吧 就是依靠它 能满足一切众生 或者养育人们 得以得到维持生命的这种作用 所以说 所谓的如意留也是 我们现在 这什么叫做如意留 可能有些后人 也不一定知道的 但世间上任何历史的产品也好 世间上的珍宝也好 都有一代一代的一种流失 一代一代的小失 所以现在的人们 人数为一百岁左右的时候 能不能享受如意留的这种所需呢 这是可能有点困难的 但是我们心里面 这样发愿 变成如意留一样来 满足众生 帮助众生 然后所谓的妙品 也是对所有想获得财物 或者受到灾难 贫穷 这样的众生面前 依靠如意宝品 如意宝品当中 人们怎么样享用 用之不尽的财宝 自然而然出现 这样的如意苗品 以及如意宝 如意宝 当然我们有关的一些 佛教的历史当中都非常清楚 以前的许许多多的商人是 依靠自己的智慧 能力 就是到大海里面去 去受真正的如意宝 如果得到如意宝 那么整个个人也好 或者整个国家 所有的财富非常圆满 这样的如意宝 所谓的如意宝 有关有些历史 以前的法显论师 也叫做汉传佛教当中 第一位前往印度的论师 那么他的有些有记里面说 佛陀的舍利 到了末法时代的时候 最后末年的时候 降到海里面 然后海底变成如意宝 满足众生所需 也有这样的说法 平时我们也知道 所谓的如意宝 在世间当中对众生带来 暂时的利益 当然依靠如意宝来 能不能获得解脱 和获得无上圆满的果位呢 这是有点困难的 以前很多故事里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暂时来讲 满足众生的愿望是 没有一个超过如意宝的功能 所以现在的有些上师们 也就是说很多上师称为如意宝 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投噶如意宝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如意宝 包括现在国外有些 观音菩萨化身的上师 人们都称为如意宝 那么这些高僧道德们 他自己也是承诺 人们给他取如意宝的名称 这个缘起是什么呢 因为如意宝始终都是 没有一个自我的分别念 始终都是满足众生 这一点我们学过 宝心论 如中论等等 有关大乘 殊胜论典当中都讲 以如意宝的比喻 宣说佛的无分别利益众生的事业 所以我们就像如意宝一样的 作我的这种 信赖一点也是没有的 始终都是他的所作作为 一言一行 全部是利益众生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大乘修行人士 怎么不希求呢 肯定是非常希求的一个珍宝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自己也是应该 像有些传承上师那样 生生世世 自己像如意宝那样来 满足众生 这样来观想 或者回向发愿 然后包括如意宝的有些阐述和 它的一些功德 在《悲华经》当中 也有描述 然后我们要发愿将来变成 满足行愿的明珠 或者说习证华诸 一切事业的诸语 当然有些诸诗里面说 所谓的明珠指的是赐明珠 赐明珠的上师 瑜伽师啊 因为有些瑜伽师 通过他的咒语 通过他的修身 很容易地帮助无量的众生 这样也可以讲 或者我们平常世间的 不管是明珠也好 陀罗里珠也好 或者一些密珠 这个咒语的能力 是不可思议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按照密宗的有些教言书里面讲 就是我们现在念的咒语 根本没有什么两样的 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也好 或者是金刚沙徒 我们口里面念诵的这些咒语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诸佛菩萨 除了这种形象 或者他语音的中心以外 没有别的一个真实的菩萨 因此民主在世间当中来讲 也是利益众生非常好的 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也这样发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变成 世间当中力量非常强的民主 来帮助一些众生 饶益一些众生 这样来想 同时也要想 发愿将来变成妙药 宁丹妙药 也就是说 能治八万四千病的一些妙药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 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各种各样的怪病也是层次不穷 无边无际的 那么如果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 能制止这些病的妙药出现 那对众生来说 当然是莫大的利益 尤其是我们平时 身体不好的有些人来讲 作为医生 作为妙药 对他们来说也是众生的浒浊 看到一个医生 一般他没有生病的时候 都是小兮兮的 不管医生的身体难堪也好 人老了也好 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地位 有什么样的财产 一看到医生的时候 对医生特别地恭敬 不是别的目的 就是因为平常给他打针 或者给药 是可能这个原因 说实话 在我们世间当中 真的有很多可怜的病人 自己真正有一些浪力 用妙药来帮助可怜的这些众生 也有相当大的利益 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艺术 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能力 也应该用上 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 有些学艺 学得很好的 当然你们长期这样 可能对自己的闻思修行有一点耽误 但是我想 你毕竟学了这么多年 然后有时候或者半年 或者几个月当中发行 帮助别人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我们又要发愿 变成如意书 这个如意书 有些大乘教言当中也是 在天界当中也有如意书 还有我们的佛经里面讲 极乐世界也有如意书 无光尊者的有些教言当中 也说所谓的如意书 在人数九万岁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福报显现 降生一个人的时候出现一个如意书 那个时候人们把他的数国和数位 作为享用 他的数页作为自己身上的衣服 这样来 所以如意书 实际上是帮助众生的 因为在初劫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人那样 很多方面的生活的标准 生活的要求 没有这样的 只要是有吃有穿就 已经过得非常快乐的生活 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人们 不像现在的人一样的 现在的人虽然在有些经济条件上 各方面算是 应该是以前比较起来有所好转 但是自己的欲望和贪心 越来越增多 所以始终都是觉得我现在没有钱 我很痛苦 或者心里面一直有一种 始终是得不到一种满足的 这种向往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隔壁有一个老乡 放牦牛的有一个老乡 他经常是比较难度 但是他心情特别的舒服 他经常告诉我们的一些家人 或者其他的老乡 哎 现在所谓的家庭 每天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 不要考虑得很多 就平时说话的时候 我现在家里很好 工作顺利 什么都很快乐 口头上经常要有这样的习惯 这样的话 过得很快乐 否则的话 我们坐在这个人世间 是很痛苦的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这样那样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平时 心情快乐是很重要的 我是不在乎的 他整天都是 哎 什么都可以可以 很好 很好 有吃的 有穿的 这是很好 很顺利的 很快乐 这样一看 别人也觉得 哎 确实是对 实际上你整天都说 我这里不行 哪里不行 我忙啊 我伤心啊 这样你整天说了 也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有时候 人的这种可能心情也有关系 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心情也快乐一点 不要说 今天我背的业 不好靠的业 不好 我身体业 不好吃的业 不好穿的业 不好走路也是不方便 心情也不舒服 房子也漏水 什么事情都这样说的话 整天都是很痛苦的 就这样我们反过来说 哎 考的业还可以的 哎 吃的还行 天气也可以 下雨也可以 没有不下雨也可以 什么都还可以 如果有这样的心情的话 的确生活有时候有一种快乐的状态吧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发愿的时候 世间当中凡是非常稀有的 以前的如意书 如意宝 这些我们现在 人们有些享用 恐怕也有一点的困难 因为古人有些用具 我们现在 别说以前人数八万九万岁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前几个时代 大概是在几百年以前的一些生活 跟现在有所转变的 有很大的差别 有那天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看了《十年革命》 当时文革期间的一些人们的生活 它的传说 意识 好多跟现在的现代人截然不同 所以说 时代一过的时候 人们有时候想起来可能是觉得 是不是这些是一种传说 一种圣化 不能这样想 实际上这些确实是有这样功用的 有这样能力的一些如意书 如意宝 是在世间当中存在的 但是人类到了今天的时候 我们如颜 不一定能出现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经常引用的一些 网络的一些方便方法 计算机 电脑 这些方面的方便方法 实际上现在的很多人 尤其是有一些智慧的知识分子 整天都是依靠这些来 做各种各样的 为社会 为人民 为自己的一些事情 整天都在做 但是这样的操作 再过几百年以后 再过几千年以后 可能下一代的人类一回顾的时候 这些只有一种历史的资料而已 真实的这种事物 不一定是存在的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福报和人类的历史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帮助众生 过去也好 现在也好 未来也好 只要是帮助众生的一些用具 自具 一些财物 我心甘情愿 愿意变成这些来 应该帮助众生 所以这应该是一种心的概念 我昨天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 我问他们 《入菩萨行论》的感觉是怎么样 他们有些说 挺好的 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比如说 我们以前诸佛菩萨认为 真的是像人一样的 一个人来帮助我 从来没有想到外面的道路 大桥 全部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从来没有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 跟我们以前的思想 完全是有点不同的 我觉得也是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把所谓的诸佛菩萨的境界 我怎么说啊 怕他 关在非常渺小的一个范围当中 就不合理的 现在有些佛教徒 所谓的观音菩萨就是一个女性 然后拿着一个宝瓶来帮助你 你特别痛苦的时候 来帮助 然后回去了 这就是观音菩萨 然后所谓的释迦牟尼佛 以前在印度 金凡王子有一位王子 他最后已经出家了 就这么一回事 以这样来对待 我们佛教的 也就是说佛教的人身观也好 宇宙观也好 世间观也好 非常的微小 这样根本解释不了 我们佛教广大无边的内涵 根本解释不了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经常学习大乘佛法 最后就是在《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不可言说的这种玄妙 不可言说的深奥的意义 才可以生起定解 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的思想也随着外面的知识 逐渐逐渐会扩大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所谓的佛教徒也是 他的眼光 所注视的范围是积极微小的 这样不太好 这样一来 我们首先应该发这种愿 下面讲第二个颂词 意思就是说 就像地水火风以及虚空等等 对恒事 对众生作帮助 作生存的因 就那样 愿意我也是以多种形象 多种行为 就像四大那样帮助众生 这就是法愿方面 广大无边的一种法愿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 所有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当中 地水火风虚空的范围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人类也好 旁生地狱或者整个外面的世界 都没有一个不涉及到四大的 就是四大的 如果离开了四大的话 那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主处 我们的言谈举止 或者我们的行动 全部没办法进行的 应该在四大的作用下 四大的范围当中 我们在运行 做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发愿 我像地水火风那样 像四大那样 来帮助无量的众生 那这个法心的范围相当地广大 我们也应该这样发心 以前我们学过居士论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所谓的 比如说四大当中所谓的虚空 它周边一切 无有主案 有这个作用 然后依靠虚空让众生生存 有活动的空间等等 有这方面的功用 然后依靠所谓的大敌 敌打的话 就是说它有见识 它有依靠的功能 如果有了这样的敌打 让众生生存的根本 生存的基础 让众生依靠的基础 这是地道的作用 那么所谓的隧道 大家也清楚 因为这里面的水 并不仅仅是一个潮湿 它有一种结合的意思 一种结合的作用 有了隧道以后 世间的这些万物 集聚的东西是不会分散的 不会分开的 而且可以出现 暴露万象的各种各样的形态形象 都可以出现的 然后依靠火道 所谓的火道 世间的万物 有一种成熟的功用 如果没有它 那不可能有成长 不可能有安住 或者有发育的功能 当它产生以后 马上有消失的危险性 因此依靠这些 地水火风的四大功用 实际上我们在整个无边无垠 浩瀚无边的宇宙界当中 可以说起了 不可言说的作用 所以每一个人白天晚上 或者未来过去现在 所有世间的运行 就都不离开四大 那么就像不离开四大一样 我们也应该发愿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 无垢成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或是作地水 或是作风火 也有这方面的教证 意思就是说 我们依靠四大来 帮助无量的众生 因此众生依靠四大来生存 维持生命 或者依靠四大来成长 享受生活等等 以这样依靠四大那样 我们要发愿 生生世世当中 就像我地水火风那样来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平时 如果修行好一点的时候 看见当然《俱舍论》里面所讲的四大概念比较细一点 但是我们平时眼睛看到的四大 所谓的地 水 火 风 这些都经常我们接触得到 这样以后 我看见水的时候 我以后就变成江河一样 来帮助众生 你看 没有水多么困难啊 一天断水了 所有的众生怎么活下去啊 前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下雨 大家都特别伤心 害怕是不是出现一些干旱啊 但今天晚上开始会不会有点下雨 大家都特别高兴啊 所以我就变成雨水也好 大地上的江河也好 像水大那样来帮助众生 应该这样 如果我们看见大地 高山在这个时候 就像是依靠这些大地和道路利益无量的众生 愿我也变成这些大地来帮助众生 然后同样的道理我们看 当然看虚空不行 昨天音明里面刚讲了 心里面可以想虚空啊 因为音明跟我们现在这里的手法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随着世间的密码而去 随着世间的密码而去 看虚空也是可以的 如果世间真正的真理而去 看虚空也不行的 但如果没有虚空的话 我们现在动也动不了 原来有一个老堪布天天说 虚空的法相都是无碍的虚空是存在 虚空没有存在的话 啊 我们辩论是怎么样动呢 不能辩论啊 所以你知不知道说 我现在可以辩论就是虚空的功德 他天天都这样讲 所以我们也应该感谢虚空啊 如果没有感谢虚空的话 我说话也是没有办法的 你们听法也更没有办法的 所以应该我们也变成这些世道来帮助众生 就是这样来想 下面下一个颂词 带者尽空即 有请种种皆 受土洗涅槃 愿成之身影 那么下面我们讲 在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获得涅槃之间 依靠不同的途径 依靠不同的方便方法来 没有获得真实的 如来圆满正等觉的 涅槃的果位之前 愿我们出现种种皆 我们刚才也是依靠四大 其实这个颂词当中 主要是讲四大 四大的种种皆行那样 我们也是变成四大 来帮助无量的众生 成为他们生存的根本 因为前一个颂词 主要是从范围方面讲的 就是东南西白也好 整个广大无边的范围的角度来讲 四大没有一个不变的地方 那么这里是世间方面讲的 世间方面 世间上所有的 无数无边的众生获得涅槃的话 那这个世间当然是 非常非常的漫长啊 在这样的漫长世间当中 就是愿我们就像 变成四大一样来利益无量的众生 那么这里四大实际上是 《学迹论》当中 我引用了无精一菩萨品宣说过 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我的身体做众生的事情 就像是地 水 火 风 四大那样 以种种方式 种种途径 种种所缘 种种自聚来帮助众生 这个大家应该理解 四大以种种方式 种种途径 种种所缘 种种自聚来帮助众生那样 愿我也是在生生世世当中 无量无边的世事当中 以种种形象 种种所缘 种种自聚 种种途径来帮助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们这一句主要是讲对未来非常长远的法性 我们平时也心里面应该这样想 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世间界当中 有这么多的微尘 有这么多细微的法 每一个这些法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众生 带来不同的利益 那么我们也发愿 就像这些四大劫当中 通过不同的途径 对众生帮助一样 愿我来自生生世世 获得涅槃之前 都依靠这种方式来帮助众生 应该这样来发愿 所以这样在这个世界当中 不是一个佛的化身 也可以说 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不能发愿的 应该发愿 只要帮助众生 你也可以把自己观想或者发愿 将来我成为喜欢照相机的人面前 我出现为照相机 喜欢烧地的人 他认为烧烛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喜欢开车的人 在他面前出现轿车 喜欢开拖拉机的人 他面前也出现拖拉机 应该这样来想 凡是我们在世间当中 里里歪歪也好 或者是上上下下 所有世间当中的这些万物 只要帮助众生的一些自觉 一些财物 我们都可以发愿 可以利益 这样以后 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确实我们发愿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 那么我们没有发这样的愿 能不能生起菩提心 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扪心自问 我们发了这个愿没有 发了这个心没有 你看 前面我们讲七只供的时候 忏悔这些主要是 遣除违缘方面的准备 然后我们随喜 供养 这些都是创造顺愿 就是创造顺愿 后来我们学习了布施身体 布施身体 取掉只是我指 应该获得真正的菩提心的基础 同时我们现在在这里 发愿帮助众生 一定要有这样的利他心 那么这几个条件作为一个 接受菩提心的话 就是他的前行 他前面唯一的条件 就像你上一个学校 你首先要考试 你考试几不几个 你的身体会不会过关啊 有方方面面的一些观察 如果你全部已经合格 那么你就可以有资格读这所学校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说都是说 我要受菩萨戒 我要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实际上你前面的积累资粮 遣除罪障 然后舍弃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我们后面现在的这种发愿 我从现在开始要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 乃至浩瀚世界界当中 我不管是变成什么样都可以 只要帮助众生都变成那样的 应该有这样的发愿 当然对这个观点 以上的这个观点 像以前的善天论师 圣地论师 他们认为上面所讲的我们这几个发愿 全部是愿菩提心的 但是藏传佛教当中的像不同大师 有些论师并不这样认为的 因为愿菩提心我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自己获得圆满正的觉的果位 就是像成佛的念头在里面 然后上面的这些念头 愿我变成大地 愿我变成虚空 愿我变成如意书 这些并不是我成佛 或者众生成佛 并没有这样的念头 所以佛多仁波切他们认为 包括我们《跟上修照》的讲义当中也这样说的 这些实际上是一种善性的发愿 善性的发愿 并不是真正愿菩提心的内容 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首先自相续当中一定要生起 舍弃我执 也就是说真正要想帮助众生的心 一定要生起来 如果没有生起来的话 那么所谓的菩提心应该说是一个高质量的思想 我们现在世间的有些话来讲 它是一种高质量的思想境界 这个是一般的勇气当中 不会容纳的 也可以说 一般的一些不清净的来源 来源当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包括《华严经》当中也是有的 所谓的金刚转世 或者说是金刚物当中 或者是金刚纯净里面可以出现的 但是一般的物质当中 所谓的金刚宝是不可能出现的 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菩提心金刚宝 一定要舍弃我 成全的善心当中 善心的这种境里面 可以出现的 一般我们众生自私自利的心 或者已经自我保护的心当中 能不能出现呢 不会出现的 因此根据《大乘经典》来叙述 大家应该知道 所谓的菩提心的来源 当然是有一定的 喜欢积累资粮的 喜欢断除我执的 而且愿意帮助众生的 这种思想是极其广大 愿意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的 这样的心态当中 所谓的菩提心是可以生起来的 就像我们以前在密宗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雪山的四肢肉质 一般的勇气里面不可能逐流的 只有真正的一些 纯净的宝物里面可以装的 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菩提心 你是小乘根机的人或者平时对解脱一点向往都没有的人 那么这些人的相续当中能不能生起菩提心呢 相当困难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宣讲菩提心的真心的时候 大家务必要观察自己 自己的心能不能看为菩提心的法器 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菩提心的前行 讲了很长时间了 下面我们讲菩提心的真心部分 这个真心部分非常的重要 我想首先把我们颂词的意义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然后给大家也传授一个菩萨戒 这样的传授菩萨戒 不仅是我们在座的一些各位面前也可以传授 而且通过我们的电视 网络 或者依靠其他的方便方法 有缘的 有信心的人面前 我想是我们也可以这样传授 这种传授能不能得到菩萨戒呢 我想是应该得得到的 记得法王如意宝 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当时他老人家看了一个灯灼法王的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灌顶的录像篇 录像记录 当时上师说 我以前对灯灼法王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这一辈子当中是没有缘分已经见到 因为当时第二世灯灼法王已经圆寂完了 但是即使真正的人是没有见到 但我想通过电视也应该能获得灌顶 当时我们在座的人全部在电视面前归之合掌 结束了灌顶 所以我们也清楚 我们上师如意宝一般来讲 对很多传承 对很多传统做法非常严格 如果电视上 屏幕上这些没有一点的元气和加持 他老人家自己也是不会这样的 因此我想通过这种理由吧 我们现在依靠电视 或者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来 为大家传授皈依戒 菩萨戒应该是让大家都会得到的 现在也是有许多的一些 包括印度和台湾的一些高僧大德 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大家传授戒律 传授皈依戒 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这也是应该符合教理 那么我们下面就是真心 也就是说 受持菩萨戒的真心 这个真心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这是字面上解释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应该首先要知道 以前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妖师佛 以及不动佛等等 所有的十方如来 也是发了菩提心的 从菩萨当中观世音菩萨 闻思菩萨 弥勒菩萨等等 这些无数的菩萨 他们也发了菩提心的 当然我们大乘授戒和小乘授戒的目标是不相同的 如果小乘授别解脱戒的话 以前阿罗汉怎么样授戒 我们也这样说 包括我们早上的有些小乘的 宝观摘戒 或者一些比丘比丘利戒 全部学习小乘的阿罗汉 那么大乘的菩萨戒 就要我们想学习 以前的诸佛菩萨 那么诸佛菩萨 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他们在自己的上师 在其他的三宝所业面前 已经发了 利益无边众生的愿菩提心 同时又发了 实际行动当中 以五六度四色来 行持利益的行菩提心 并且他们也是 按自己的发行和承诺 根据自己的根机 受持了菩萨戒 最后菩萨戒圆满 受持完了以后 最后他们已经获得了 自各自圆满功德的果位 同样的道理 我今天也是向诸佛菩萨学习 也是为了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 而发了非常殊胜的 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然后根据自己的根机 也是修持 学习 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 所有的学处戒律 这样来观想 当然学处的戒律 我们前面也是已经讲过 如果是利根者 按照《虚空藏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十八条戒律 如果中根戒 《目录施主清闻经》当中 所讲的那样四条根本戒 然后如果顿根者 就像《大力方便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 不舍弃愿菩提心 这样来舍弃也可以 那么利玛派的有些论师说 前一派的一些论师 是按照《妙碧情闻经》里面 所讲的那样 根据自己的根机 根据好一点 受的戒律 受持也多一点 根据自己的根机不太好的话 所受戒律的条数也少一点 也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受这种菩萨戒 必须要发心 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发心 没有发心是得不到菩萨戒的 这并不是依靠一个意识 马上你的相续当中获得 不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所讲的前行已经讲完了 现在自己真的要发这种心 受戒的方式上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龙猛菩萨和无珠菩萨 得戒的方式方面也有点不同 得戒的方式方面 龙猛菩萨现在这两个颂词重复三遍 实际上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 重复三遍 第一遍获得愿菩提心 第二遍获得心菩提心 第三遍获得菩提心的稳固 这一点 包括印度的海云论师 藏地的五国王尊者 《大圆满信息修习》 都比较相同的 这种观点是相同的 因此在《三戒论》的注释当中 明朗大师也已经说了 我们千亿利玛巴应该是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来得戒 然后另一个无珠菩萨的观点 也就是说第一 我们前面的颂词 念三遍以后获得了愿菩提心 后面的颂词 读三遍以后 自相续当中获得了心菩提心 所以无珠菩萨的观点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并不是同时接受的 应该是分开接受的 先自相续当中获得了愿菩提心 然后自相续当中获得了心菩提心 而无目菩萨的观点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同时得到的 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当然传戒者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如果自己的因缘全部具足 所谓的大乘上师 精通一切显宗和菩萨成德 自相续当中具有菩提心 菩萨界的这样的上师遇到 那么在上师面前得受 这是一种方式 如果这种条件没有具足 自己承受佛像 佛塔 在佛经 三宝所以面前观想 祈祷 合掌 自己得受菩提心的菩萨界 如果这种条件也是不具足 以前文革期间 那个时候可能连一个佛像和金函也非常难找 在这种情况下 你自己的前面观想四方如来 然后在诸佛菩萨面前 祈求三大锤炼 也就是一切佛 师弟菩萨 金刚上师 那么请锤炼我 我要在你们面前接受菩提心 这样来受持菩提心 这样都可以 所以不管你哪一种方法 都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有生之念当中一定要 在自相续当中有一个菩提心 这一定是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们今天我想给大家也是简单地 传授一下菩提心 也叫做菩萨界 希望大家首先心里面要想 我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从今天开始加入 真实大乘的佛教行列当中 我一定要受持一个菩萨界 一方面你们怎样想 一方面我们大家共同 也观想诸佛菩萨面前 也在上师面前祈祈祷 我念一遍 你们跟着我颂一遍 祈祷十方诸佛菩萨 金刚上师吹念我 如系诸善师 先发菩提心 福祂寻寻主 菩萨诸学处 如是为理圣 我发菩提心 福音诸学处 此地请修学 祈祷十方诸佛菩萨 金刚上师吹念我 如系诸善师 先发菩提心 福祂寻寻主 菩萨寻主 菩萨诸学处 如是为理圣 我发菩提心 福音诸学处 此地请修学 祈祷十方诸佛菩萨 金刚上师吹念我 如系诸善师 先发菩提心 福祂寻寻主 菩萨诸学处 如是为理圣 我发菩提心 福音诸学处 此地请修学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心里面应该想 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刹那开始 自相细当中已经获得了菩萨戒的戒体 应该这样来观想之后 我们明天也给大家讲说 获得了这样的菩萨戒以后 大家应该怎么样修欢喜心 因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整个法心不像跟以前那样 现在真正在诸佛菩萨面前承诺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度化众生 所以大家在世俗当中应该成为菩萨 大家应该生起欢喜心好 今天学习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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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